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48岁才明白 中年女人必备这三个要素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电视剧《我的阿乐泰》中 马依黎饰演的张凤霞身上有着一种松弛感 张凤霞年轻时加入了新疆建设兵团 后来和丈夫相识相爱 跟随她来到了草原上安家落户 原本她和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不幸的是,几年后她的丈夫突然去世了 只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和年迈且身体不好的婆婆 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张凤霞开始卖木耳 开了一家小卖部 甚至还要随着牧民一起迁移 到偏远的地方去经营店铺 尽管内心充满了悲伤 经济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她从未被这些困难击垮 反而有一种甜淡舒适的自在 她从不关心别人的看法 也不被生活的艰辛所困扰 只是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过得简单而快乐 在剧中张凤霞还热心地帮助了一个名叫高小亮的人 高小亮原本是来新疆赚钱的商人 但被骗后遇到了张凤霞 于是心生歹意 她假装爱上了张凤霞 并且经常向她描绘未来美好的生活 承诺要带她离开草原 在高小亮的甜言蜜语下 两人很快产生了感情 然而 当张凤霞完全沉浸在两人的爱情中时 高小亮却以去县城送货为借口 偷偷地带走了她的一大笔钱 直到这笔钱再也追不回来 张凤霞才看清了高小亮的真面目 她的女儿和邻居们知道这件事后 都非常同情她 为她感到不平 但张凤霞很快就振作起来 对大家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了男人还可以再找 说完 她哼着小曲 喝着小酒 依旧笑容满面 女人如花 人生如四季 二十岁是娇艳的蔷薇 三十岁是热情如火的玫瑰 四十岁是优雅而大气的牡丹 而六十岁则是沉浸内敛的郁金香 不同年龄段 也有不同的风采 每个时期都有其自然的成熟与转变 中年是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分界点 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对女人来说 这个时期往往伴随着多重角色的挑战和心态的转变 我们是女儿 妻子 母亲 是事业有成的职业女人 但最真实的身份 始终是那个内心未变 永远纯真无邪的少女 正如赏花要欣赏半开的娇美 品酒要享受微醺的境界 人生过半 要想在中年时期保持美丽 散发出少女般的活力 往往需要掌握一些独特的能量秘诀 一 面色好的女人 运气不会太差 当你遇见一位中年女人 面色红润 面带微笑 对人总是和颜悦色 她周身有一种既愉悦他人 又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氛围 那么她定是一个充满活力 懂得自我滋养的人 57岁的阿琴 在一家写厂工作了大半辈子 她从来没有接受过 任何专业的美术教育 退休之后 她发现自己有了很多空闲时间 于是决定开始自学绘画 她画画的速度非常慢 几乎像是在绣花一样 非常细致和耐心 每天她都会坐在画架前 一动不动地画上七到八个小时 她主要使用水彩颜料 笔触细腻而淡雅 一点一点地描绘出 她心中的画面 有时候 为了达到她想象中的颜色 她需要反复涂抹五六次 即使家里在装修 二楼传来震耳欲聋的敲打声 石灰粉撒得满屋子都是 阿琴依然专心致志地 画着她的画 许多著名的画家 比如陈丹青和杨飞云 都对阿琴的画作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美 张全灵在看过她的话后 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就像民间的篮球赛 虽然没有NBA那样的专业水准 但其中的热情和活力 同样让人热血澎湃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如果只是等待别人来耕种 可能永远都无法长出 茂盛的果实 只有亲自去浇水施肥 才能让这块土地 枝繁叶茂 结出丰硕的果实 人到中年 谁没有经历过一些 让人烦恼的事情呢 谁没有看到过生活中的 种种琐碎和混乱呢 只有那些真正懂得 爱护自己 滋养自己的女人 才能从生活的压力中 跳脱出来 无论发生什么 都能保持乐观的态度 要知道 只有照顾好自己 才能有足够的能量 去面对生活中的 所有挑战 照顾好自己 意味着要吃好每一顿饭 注重身体内部的能量平衡 这就像重新养育一个孩子 或少女一样 从内到外呵护自己 让自己气血充足 充满活力 只有这样 才能拥有好气色 好面色和强大的气场 从而吸引更好的人 和更美好的事情来到身边 二 好体态 彰显中年女人的气质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千万别去惹一个 到了中年 还体态优雅的女人 因为她肯定是个狠人 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最让人惊讶的一点 不是他们脸上 添了几道皱纹 而是体型的变化 有的甚至胖得 让人难以辨认 李小花是我们班 为数不多的 身材苗条的人 上高中时 李小花是大家眼中的小胖妞 现在不仅比高中时 瘦了许多 身材还变得非常匀称 不仅苗条 而且穿衣服显瘦 脱衣服显曲线 那种健康型身材 在一群身材走样 和逐渐发福的女人中 李小花俨然成了 女神一般的存在 大家都好奇 李小花的瘦身秘诀 李小花说 我身上的每一寸坠肉 都是我用毅力和汗水驱逐的 五年前 李小花开始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身材 最严格的时候 她每天坚持做瑜伽和油养操 外加油用一千米 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一年多 她成功减掉了二十斤 但据她说 最大的收获不是减掉了多少体重 而是养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且开始了科学饮食和锻炼 一位中年女人若能保持轻盈的体态 紧致的皮肤 既不臃肿也不肥胖 状态堪比少女 这无疑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时间 这样的女人 其内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以下四个建议帮你塑造好的体态 一、健康饮食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合理的饮食规划不仅有助于管理体重 更是提升整体健康的关键 在饮食中 高纤维食物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们可以选择全麦馒头、糙米饭 以及色彩斑斓的蔬菜和水果 作为高纤维的主要来源 这些食物能有效增加饱腹感 减少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 从而有助于控制体重 同时 我们要尽量少吃肥肉、奶油 以及油炸小吃 转而选择鱼肉、鸡胸肉 以及豆类等低脂 防且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 这样的饮食选择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脂肪的堆积 此外 适量的蛋白质摄入同样不可忽视 它有助于我们保持肌肉的健康 特别是在新陈代谢速度逐渐减慢的年纪 肌肉的质量对维持体态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 别忘了多摄入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如蓝莓、杏仁以及菠菜等 这些食物富含营养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衰老 保持年轻活力 二 适量运动 运动不仅仅能控制我们的体重 更能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心肺功能 让身体更健康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不仅能维持苗条的身材 还能显著提升整体的健康状况 慢跑、水中健身和普拉提是几种 细不会对关节造成过大压力 又能有效消耗卡路里的运动方式 慢跑 这种简单又方便的运动 不需要特定的场地 特别适合忙碌 但又追求健康的中年女人 每天抽出半小时到一小时慢跑 不仅有助于燃烧脂肪 还能提升体力和心情 水中健身也是一种极佳的有氧运动 她不仅能全面锻炼身体的肌肉 还能通过水的浮力减少关节的压力 降低运动伤害的风险 对于希望增强身体柔韧性和平衡感的女人来说 普拉提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通过一系列的伸展和力量动作 普拉提不仅能帮助塑造优雅的体态 还能有效缓解压力 提升心理健康 同时加入适量的力量训练 如使用哑铃或进行自身体重训练 使身体更有效地燃烧脂肪 达到更好的体态效果 三、良好睡眠 优质的睡眠对于我们的健康与美貌 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如果睡眠不足 会导致体内激素失衡 进而激发食欲 让我们更容易暴饮暴食 并且脂肪更容易在腹部等区域积聚 中年女人 若想保持窈窕身姿和青春活力 每天要确保七到八小时的高质量睡眠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我们需要形成规律的睡眠习惯 坚持每天在同一时间就寝和起床 这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生物中 进而促进身心健康 提升睡眠质量 为了营造一个宜人的睡眠环境 我们应该调整卧室的温度和光线 保持其舒适宜人 并尽量避免噪音的干扰 此外 临睡前应尽量避免使用电子产品 因为屏幕发出的蓝光 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从而影响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深度 如果在睡前感到紧张或焦虑 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活动 如阅读书籍 进行冥想或聆听轻柔的音乐 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 提高睡眠质量 让我们在醒来时感到更加清爽和充满活力 四 警惕保健品 在减肥和保养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小心提防一些不良商家设下的陷阱 比如 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声称能让你快速减肥的产品 这些产品常常宣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帮你减轻很多体重 但实际上 它们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真正有效的减肥方法应该是结合科学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 而不是依赖那些所谓的神奇药物 此外 那些声称可以补血补气 消除更年期症状的保健品 也需要慎重选择 长期服用这些保健品 反而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最好的做法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仔细的考虑之后 再决定是否购买 三 多修心 好心态是最好的风水 越过内心那座山的作者伊迪斯伊瓦·埃格尔博士 他曾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在那个充满痛苦和悲伤的地方 他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那些日子里 他不断地遭遇暴力和死亡的折磨 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陷在深深的无助和绝望之中 然而在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 他却依然选择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他没有被那些痛苦的经历所击垮 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他决心要帮助那些和他一样 曾经深陷困境的人们 让他们也能找到希望和光明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努力 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博士 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帮助无数深陷囹羽的人走出困境 如果你仔细观察周围的人 就会发现那些生活过得比较好的中年女人 通常都表现得非常稳定 这种稳定体现在他们的情绪 心态以及能量上 到了这个年龄段 他们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因此能够明白 无论生活中出现多大的事情 其实都不应该过于焦虑 正如那句老话说的 我现在只关心三件事 我的经济状况 我的健康和我内心的平静 只要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身体健康 内心保持平和 那么这就是最美好和幸福的生活状态 人到中年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都应该学会享受和乐观面对 积累正能量 自己处理好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最终 生活的好坏 其实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 一 没人天生悲观 都是后天喜得的 前同事米里有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 她的童年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在她的记忆里 家并不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 而是一个充斥着冷漠和疏远的环境 她的父母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为此 他们把所有的不满和挫败感 都发泄在米丽的身上 认为是米丽的存在 让他们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父母经常对她冷言冷语 漠不关心 童年的经历 让米丽的内心极度缺乏自信 她甚至认定自己毫无价值 不值得被爱 成年后 米丽一直无法与他人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 有时 她会故意对身边的人表现出冷漠和疏远 当对方感到失望准备离开时 她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早知道会这样 在米丽看来 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幸福 这样消极的心态 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 让她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痛苦 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人经常遇到这样的思维困境 与伴侣发生争执后 就认为自己与所有人都难以相处 注定要孤独地度过一生 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佳 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毁了 在工作中遇到不顺时 就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永远无法承担重任 这种心态正是习得性无助的体现 一个人如果经历了过多的挫折 就容易变得消极和悲观 难以重振旗 然而人生的道路总是充满坎坷 如果我们把挫折 视为无法逾越的高峰 就容易深陷悲观情绪 而无法自拔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必须打破旧有的思维模式 学会积极思考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摆脱内心的束缚 重拾勇气 重新出发 二 悲观可以习得 乐观同样可以 越过内心那座山的作者 伊蒂斯博士指出 无论你在刻意练习什么 只要经常练习 你就会成为那方面的能手 如果你练习紧张 你就会更紧张 如果你练习恐惧 你就会更恐惧 习惯是通过不断重复 而自我强化的 你越是频繁使用 它就变得越牢固 总是专注于负面情绪 会导致情绪愈发消极 而经常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 则有助于摆脱悲观情绪 获得自我疗愈的力量 书中的卡洛林 曾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往事 某次 当他独自在家时 遭遇了一位熟人的暴力侵害 尽管他幸存下来 却从此陷入了恐惧的深渊 他每天都会在脑海中 不断重现那个恐怖的场景 自那以后 卡洛林不再结交新朋友 不再尝试新事物 对独处充满恐惧 甚至不敢独自离开家门 这种悲观的心态 蚕食着他的幸福 给他的家人 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最终 在伊迪斯博士的帮助下 卡洛林开始尝试 放下过去 重新关注那些 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事物 他不再总是对自己说不能 而是提醒自己 还有许多事情 是他能够做到的 慢慢地 他逐渐摆脱了整天的恐惧 开始努力活在当下 重建自己的幸福生活 想起道圣和夫说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 都是由心来描绘的 所以 无论自己处于 多么严酷的境遇之中 心头都不因为悲观的思想所萦绕 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经历 但永远保有改变心态的自由 伊迪斯博士在经历集中营中 死亡的折磨后 依然选择将过去视为一份礼物 杨将先生在历经重重苦难之后 仍旧以乐观豁达的心态 面对生活 莫言说 遇到人生的艰难时刻不被大风吹倒 你就赢了 只要我们不夸大过去的影响 并坚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 就能有重新获得幸福的勇气 三 内心强大的人 都学会了习得性乐观 越过内心那座山中写道 改变 就是要打破那些 不再对我们有益的习惯和模式 转而用更健康的习惯或信念替代它 想要打破习得性无助的枷锁 就要改变过去的习惯 养成新的思维模式 一 明白一切挫折都是暂时的 逆伤中指出 把自己作为某一永久性特质的受害者 与把挫折认作暂时的 并负责想办法改善局面 是决定一个人逆伤高低的关键 当我们确信 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无法改变现状时 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而无法自拔 只有意识到挫折是暂时性的 可以被改变的 我们才不会在生活遭遇困境时抱怨命运 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便是学会对自己的人生承担起责任 不将失败归咎于过去 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低谷 摆脱困境 二 用积极的想法代替消极的想法 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说 真正困扰我们的 并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而是我们对那件事的想法 战胜悲观的第一步在于 每当你萌生消极念头时 尝试用积极的想法去取代它 社会学家凯文·多尔蒂曾开展了一项实验 他邀请了一些容易在考试中感到焦虑的学生 让他们在一个洋溢着欢乐氛围的教室里复习功课 他将考试重新定义为学习庆祝日 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 减轻他们的焦虑感 多尔蒂发现 这种策略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同样可以采纳类似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面对挫折时 我们不应急于自我否定 而应将其视为一次挑战 提醒自己尽管挑战有些艰难 但这同样是一次成长的机遇 值得我去尝试 三 接受不能改变的 改变能改变的 伊蒂斯博士在被解救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都被囚禁在自己构筑的精神牢笼之中 他曾拒绝承认自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常常感到情绪低落 对周围的人和事感到不安 直到他开始领悟到 沉迷于过去除了自我消耗外 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 一个人只有接受自己的过去 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因此他不再否认自己的过去 而是开始塑造自己向往的未来 40岁时他重返校园 学习心理学并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 到了92岁高龄 他依然坚持写作 帮助无数人摆脱困境 他曾说 愧疚源于过去 焦虑则源于对未来的担忧 但你能改变的唯有当下 成长的重要部分是学会接纳 当我们不再固执于那些无法改变的往事 而是将精力投入到创造当下的幸福中 我们便能获得内心的自由 以平和的心态度过此生 中年是果实成熟的芬芳 是花朵盛开始的韵味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愿你我都能在岁月的魔力下 通过内外兼修 培养出健康之美 修养内心 愉悦情感 从身体到灵魂 全心全意地爱护自己 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活出自己的精彩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